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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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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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狄龙传给我 他没传给你吗 爹请用 师叔请用 开动 阿仁啊 现在在外面搞些什么生意啊 没什么了 普通小生意 看你环境好像不错的样子 哪里哪里 马马虎虎了 师叔 你的金表好屌哦 出来混了 带要带劳力士 开要开宾士 挂鬍子用舒适 Tishima要穿Lacos 这样才照得住啊 喂 这是电话录音 听到B一声 请你留下话来啊 师叔 什么是电话录音啊 这个是最新的科技 现在吃饭没空 先录一下音来等下再听 哇 现在外面的科技真的蛮先进的 哎呀 这个小case 小case 小case 小case啊 阿龙啊 有机会你真跟他到香港去见识一下 还不要呢 我要留在家里陪我爹 哎呀 阿龙真是孝顺啊 哎 师兄啊 这是你的福气哦 陪我 干嘛要他陪我啊 他不气死我这把老骨头 我已经偷笑了 你从小时都没告诉他 这个大人呢 你慢慢吃啊 我出去散签部 哎 师兄 慢走 慢走 叔叔 我吃饱了 您慢用啊 哎 好 好 你去吧 哎 哎 陈哥 胃口很好嘛 不错吧 不错 我们查清楚了 你两个手下在沙滩那吹风 那我可以放他们了 行 随时都行 不得麻烦陈哥你了 你的忙 他就这么熟别那么多废话了 我也很久没在这吃东西了 你喜欢随时来都行 明天吧 算了吧 买水果钱都没有 怎么好意思 不用搁去了 是我不好意思 连累陈哥今天晚上损失了几千块 在我身边看个猫狗就会感觉我 大家都一样 我想起个故事 原来个傻瓜在医院里边等着换肾 但是剩下就只有一个 那么两个人就玩一个游戏 一个人把一张牌摆在对方的口袋里 谁猜的对方拿到什么牌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谁就算赢 你知不知道我看你什么牌楼 我都相信是 我赢定了 昆虫採集 哦哦 快��不是 好 Lemon Air 二回よ 二回 二回 三回 二回